一只发疯的大黑牛要挑战钢铁之躯的战斗机器人 机器人一身的剑子肉 很轻松地就把2000斤的黑牛摔倒在地 面对大黑牛的第二次野蛮冲锋 在后面操控的狼叔直接一个大跳轻松地躲了过去 然后回头就给大黑牛一击中拳 就在狼叔跟台上的美女炫耀的时候 被打懵圈的大黑牛准备开始报复 他马力全开加速冲锋 毫不留情地就撞折了机器人的一条头 狼叔要求暂停比赛 但是裁判却不同意 只见大黑牛顶着机器人的大腿在场内炫耀了一拳 比赛不让暂停 狼叔只能全力以赴地反击才能有翻盘的机会 可是大黑牛却异常地凶猛 狼叔彻底地不淡定了 因为大黑牛发动了致命一击 他用牛角狠狠地刺穿了机器人的心脏 台上的观众看得十分地兴奋 这里就是残酷的格斗场 只要输了比赛 面对的就是彻底的报废 还有巨额的赔款 全家人的开销都要靠狼叔打格斗比赛赚取 还要养一个正在上学的儿子 狼叔抵押了房子和车子 贷款买了一台新的机器人 一看这名字就应该是个狠角色 小男孩迫不及待地测试了一下机器人的性能 狼叔也感觉震惊 这新款机器人竟然是可以用语音控制的 这打起比赛来就更加地得心应手了 狼叔也是个急性子 立马带着机器人 就来到了最黑暗也是最赚钱的地下格斗场 这里参加比赛的机器人千奇百怪 也很难估算出对手的实力 狼叔迫不及待地想赚更多的钱 一到这里就决定要打一场生死局 这样可以获得最高额的奖金 下面的观众也开始兴奋了起来 主持人一声大吼请出了狼叔今天的对手 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进赛场 据说这个扫把头机器人是这里的金牌拳王 他出手狠辣从来不给对手一点机会 第一回合刚开始 超恶男子就给了他一击中拳 独眼立马控制扫把头站了起来 可还没站稳又被超恶男子打了一套重拳连招 狼叔激动的感觉这百万大奖就要到手了 但是金牌告诉他越是这个时候 就越不能掉以轻心 他赶紧操控机器人发动了致命一击 但却没想到 被扫把头机器人抓住了机会进行了一波反打 狼叔立马紧张了起来 这可是他的全部家当根本输不起 只见扫把头朝朝都打在超恶男子的要害 他被动的挨打根本没有机会还手 一条手臂被打折这样一来赢的机会更加的渺茫 他就像一个不服输的拳王挣扎着站在台上 随之而来的便是最终的致命一击 狼叔彻底的哭了 他不仅输了这场格斗比赛 甚至连住的地方都会输掉 但是狼叔还有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 他带着儿子偷偷地潜入了废品回收站 只要在这里偷出一些能用的零件就可以东山再起 就在这时小男孩一个没站稳直接掉了下去 顺着泥石流一路向下 结果意外地被一个机器人的胳膊挂住 救了他一命 小男孩不知道的是 就是这个埋在土里的机器人将会带他走向人生的巅峰 被救上来的男孩扒开泥土 一个世界级的王者即将浮出水面 感谢观看